也因此捍衛戰士獨行俠在拍攝期間劇組曾經意外收到美軍的通知 說中共解放軍的偵察衛星突然重新定位 對準拍攝地點跟姦 對嗎?電影裡面一直有不斷強調說 最重要的其實是在駕駛艙裡面的pilot駕駛員 還直接挑明的說敵人也會知道你的科技喔 甚至明明知道電影裡面出現中華民國國旗的話 這真的是會怯怒中共喔 阿湯哥跟片商怎麼可能不顧票房市場 就直接穿上那件秀有中華民國國旗的飛行夾克呢 當然你可以解釋說阿湯哥真的很愛台灣 而且這也是像36年前的經典致敬 因為在1986年上映的捍衛戰士第一集裡面 阿湯哥身上所穿的G1飛行外套 當時是為了紀念美國海軍巡洋艦加爾維斯頓號 在1963年以及1964年的巡航 曾經飛越台灣日本等西太平洋的歷史性航程 所以上面是秀有美國聯合國日本跟中華民國的旗幟 但是在36年之後在票房限時的考量之下 不會有騙商和鈔票過不去好嗎 更別說是包括演員在內都可能會被大陸封殺跟抵制 這樣的風險他們還敢這樣硬幹 那就是因為捍衛戰士獨行俠根本是一部 美軍大內宣跟大外宣的最強傳媒 阿湯哥在捍衛戰士獨行俠電影一開始時 他為什麼要冒險去忤逆軍令也要是非 測試這台暗信號的極限就是因為國防部說要把他們整個是非小組給砍了 要把經費挪用到無人機身上 甚至還直白的跟他們說以後不需要會吃喝拉撒還會不聽話的駕駛員喔 沒錯其實這段對話是非常中肯的喔 現在已經要進入無人機時代了 大家看看烏爾戰爭為了降低人力耗損 其實未來就是人工智慧無人駕駛的時代 無論是車子、飛機、船、任何交通工具都一樣 而這個橋段不僅完全反映出現代武器跟科技的發展趨勢 無人機以及AI自動駕駛絕對是現在正在進行式 捍衛戰士獨行俠根本就是明示跟暗示大家 美軍科技的現況跟預期 超過這一台由抽油工廠跟劇組所聯手設計打造的暗信號 雖然他是虛擬戰機但是方方面面都跟SR72的特性吻合 似乎也是洛克希的馬丁在宣誓 我們真的造出SR72囉 好再回到電影中阿湯哥因為小任性 最後把暗信號超過頭導致失控墜毀 哇這也難怪軍方會把這位戰功標柄的毒行俠 視為頭痛人物 因為這一失控無疑就是燒掉一億美金以上喔 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飛官扛得起這樣的責任好嗎 電影裡面還有提到敵人的第五代戰鬥機 其實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一代的戰鬥機 而電影中敵軍所飛的這個第五代戰鬥機 其實應該是俄羅斯的蘇海蘇57戰鬥機 你還記得嗎 其實當電影裡面獨行俠跟公雞偷走了敵軍的古董機 F14要飛回家的時候 他遇到敵軍的第五代戰鬥機 阿湯哥跟公雞說你假裝跟敵軍是同一國的 微笑揮手就對了 因為如果對方知道我們的身份的話 其實我們早就BG了 這句話講得非常中肯 而在這一段劇情當中有一幕空中談鬥 其實原本阿湯哥有機會鎖定敵軍的第五代戰鬥機 發射飛彈 不過這台戰鬥機卻突然在空中像落葉一樣的飄移 閃過阿湯哥的攻擊 當時公雞還在這個飛機裡面大叫說 What was that? 這是什麼? 這哪一招阿? 其實這就是向亮引擎的表現 向亮引擎可以讓飛機控制失速之後的動作 提供高攻角作戰 甚至還可以在空中停滯、垂直起降 這跟直升機的動力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喔 還有這F35其實是單人座戰機 電影當中所有的演員 他都是坐在F18雙人座的後座所拍攝的 看起來好像他們親自在駕駛 但其實前作才是真正的飛行員在飛 基於拍攝考量 只有F18是適合這部電影的 阿湯哥為了替攻擊擋飛彈 他使出了眼鏡蛇飛行絕招 Cool Ground Maneuver 這就是讓飛機的機頭突然大仰角抬高 有的時候還會超過90度 來造成飛機的速度驟減 這有點像是飛機版的Ciao Golan 然後再恢復水平飛行的一種飛行姿態的變化 還有已經退役的F14熊貓式戰鬥機 Tomcat Fighter 36年前的捍衛戰士都是操架這一台 他的招牌就是會有伸縮的翅膀 他在高速飛行的時候會把翅膀往後張開 而低速飛行的時候則是往外延伸伸展 所以這個在各種高度跟速度 這台F14都可以輕鬆的控制 最佳的升力跟阻力 電影裡面你可以看到阿湯哥 在把這個F14偷開走的時候 因為跑道都被炸毀了 他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讓飛機起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火力全開 把所有的翅膀全部張開 往後跟往旁邊都延伸了 像一隻要展翅飛翔的老鷹 真的超帥的喔 好啦 以上就是捍衛戰士獨行俠的 戰鬥機跟絕技大解析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喔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啾咪啾咪 下回見了